其實啊 在裝修過程當中啊 最常會引起的糾紛其實就是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百設計Q&A 我是Valia 我是Sandy 你已經找到自己喜歡的設計師了嗎 你知道在進入自己居家裝修前 與設計師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簽約 沒錯 這部呢 通常是在設計師初步解說 平面規劃圖之後 然後還有確認整體規劃 沒有問題之後呢 才會進行 也就是正式進入裝修之前的步驟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趕快來告訴大家 簽約之前一定要知道的五件事 那這邊要先跟大家說呢 通常合約會分成 設計合約跟工程合約兩種 那第一件一定要知道的事情就是 設計合約跟工程合約一定要分開簽 那一般來說在簽完設計合約之後 設計師才會開始畫完整的設計圖 然後還有跟你說明更多的工程細節 那如果你之後有確定想要將工程 委託給這位設計師的話 才會正式的跟他簽工程約喔 其實像上次就有一個設計師跟我聊到啊 其實他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屋主啊 會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他已經決定把設計約跟工程約 要讓他做了 但是呢 他就想說可不可以麻煩你 把設計約跟工程約合併在一份 讓我一次簽完 這樣子看似啊 方便了屋主 其實我們在這裡告訴大家 盡量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因為相較來說 工程約其實是相對比較複雜的喔 因為一旦進入工程 有可能當你有一天需要A材料 換到B材料的時候 這時候整個合約都得從頭來過 其實會變得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在這裡會建議大家 設計約跟工程約還是分開簽 以保障整個裝修的整個進度跟狀況 那第二個要注意的呢 是一份工程的合約 除了契約本身之外 還會有包含 估價單 建材選用單 然後工程進度表 還有工程款的表格的 這些項目的資料 這些資料呢 都一定要請大家仔細核對喔 那當然啦 在這個合約裡面 還有一個東西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一定要確認 每一個工程的單價以及數量 其實盡量去減少儀式計價的東西 那剛剛Valia有提到說儀式計價 什麼是儀式呢 其實儀式就是 顧價單中沒有辦法準確計算的品項 就會以儀式作為單位 譬如說就是像大樓的外牆 可能馬賽克的磁磚掉落 你需要修補 那這個呢就沒有辦法計算 補了面積或者是補了幾塊 這種狀況呢 就會通常會用式來計算 但是這也是最常出現爭議的地方喔 因為式真的沒有辦法讓你知道說 是什麼樣的單位或者是量是多少 所以如果說真的使用這個單位的話 就一定要有適當的圖面去佐證 還有清楚的文字敘述 才不會造成雙方都是在模擬兩可的狀況下 聽了這麼多 其實啊就會發現 合約裡面的內容其實相對來講非常複雜的喔 所以啊我們在這裡也會建議大家 一旦拿到合約也沒有非得 一定要立刻簽約 一般設計公司都會大概給一個七天的時間 讓你把這個合約呢帶回去好好的詳讀 然後確認下來再去簽約 這樣比較好 那再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其實啊 在裝修過程當中啊 最常會引起的糾紛其實就是口頭承諾 也就是說剛剛有提到其實在工程階段呢 很常遇到就是會有一些要調整的 那這時候啊就建議大家不要就是直接用電話或是簡訊來做溝通 一定要把這樣子要調整的部分呢回到合約上白紙黑字來寫清楚 這樣子以免啊才會避免發生之後的爭執 而且合約的內容呢其實也不只包括材質這些東西 還要包括付款方式還有整體設計的呈現 跟驗收的標準都一定要詳細的記住在裡面 那如果呢你有在乎但合約沒有寫到的地方 也一定要趕快跟設計師提出然後補寫進去 這樣對你們雙方都會有保障喔 沒錯 那再來第四點呢就是工程應該要依階段付款 那一般付款呢大概會分4到5次 一次不會超過30% 不過剛剛要提醒大家的是這個付款的次數 還是要依照你的工期長短來做調整 那尾款呢通常一定會在全部完工後驗收通過財富 所以啊每個階段要付多少金額 一定也要在合約當中註明清楚 而且合約裡面還一定要寫到一句話就是 各階段驗收五物財富款這句話 你們才不會發生爭執 那所有的合約內容都確定沒有問題之後 然後終於可以簽約的時候呢 還要記得要確認一個東西就是合約上的簽約人還有公司的大小章 最重要的是啊合約一定要拿到正本 以便啊如果之後要變更合約的話也一定要增加進去 以上啊就是簽約時一定要知道的五件事 我們再來幫大家複習一遍 一 設計約跟工程約一定要分開簽 二 合約跟附件的內容一定要仔細的核對 三 在你工期當中遇到了所有的修正一定要白紙黑字寫清楚 第四呢就是工程要一階段付款那合約中要標註清楚每個階段應該要付多少錢 最後一個就是一定要看到就是公司的大小章並保存正本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並且分享 那如果你啊你對裝修有任何的疑問 都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討論 一百設計Q&A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